他被称为工地歌王 只要拿起话筒 就能将工地 变成自己的大舞台 不用闪耀的灯光 只需要他站在那里 就能将工地变成演唱会 冯先生有才却为何选择当一名工人 我是邦姐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冯先生的沧桑歌声 视频中这位唱得死心灭肺的 正是冯先生 或许是人生经历太多 导致他的歌声充满故事感 哪怕唱抒情歌曲 也能让人从歌曲中 听出冯先生的过往 他总是穿着朴素 所在的地方也并没有闪耀的灯光 但他的歌声能唱进人心里 当冯先生站在修理场时 他身边是正在维修的车辆 他脚下踩的是布满灰尘的水泥地 就在这里 他还能唱出高昂的歌曲 他没有任何一个听众 或者说在这里他就是自己的听众 也是最会欣赏自己的人 冯先生的歌声验证了一句话 那就是在泥泞的土地里开出最美的花 他在最杂乱的修理场 唱出了最悦耳的歌 大多数时间里 修理场都要为别人修车 充斥着各种修东西的声音 他没有打磨 有修理 还要拆掉部件进行更换 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干的都是粗活 但是有些时候冯先生也会苦中做了 在自己的粗活中加入歌曲 有些人将淋雨作为自己对生活的反抗 而冯先生也会这样认为 不过在他反抗中也加了一次倔强 他站在雨中 悲愤地唱歌 歌声还是像往常一样嘹亮 但充满了一些悲情气息 一首《心痛2009》 让多少人回到那个青春年少时 歌词中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冯先生自己的故事 他也曾经历过分手 和相爱多年的女友 因为各种现实原因分手 即使想挽留也说不出借口 只能自己心碎 有时人们也会羡慕冯先生的生活 他按部就班的工作 下班后找咱小饭馆 点一盘小炒 喝着杯中的酒来缓解一天的疲惫 有时人们也会为冯先生感到不值的 他已经那么努力 却还是只能得到一碗黄豆芽 但冯先生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千万人的缩影 歌曲是最能改变人的 一年前的冯先生还只是一个普通工人 穿着普通洗掉骰的衣服 使用的话筒 也是最普通的 可以说他浑身上下就透露出普通两个字 但如今的冯先生通过唱歌变得有魅力 他让人感受到他的闪光点 在他的歌曲 他的表演 以及他的真情流露中被他吸引 无数年轻漂亮的美女 在评论区留言 只为让冯先生多看自己一眼 但冯先生和其他网红不一样 他只想唱歌 几乎不在评论区回应 哪怕对方美若天仙 他也全当没看到 或许成为网红很难 但更难的是在成功之后 还能坚守本心 如今冯先生还在修理厂 对他来说 最主要的工作是当修理工 你想听冯先生唱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你想看的网红故事 尽在网红嫌疑榜 误论区演唱 Copper